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牵直上抛的题目 这一题它并不是调回它的出发位置 而是调到比出发点还要低的位置 那这其实整段过程都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其实直接带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第一小题它是要问 超射点距离地面25公尺 然后问几秒到达地面 那有位移25公尺还有秒速 那我们就用等加速运动的第二个公式 位移等于B0T加1 2分之1AT平方 不过呢 这时候要注意正负号 它的如果以向上为正的话 因为它是往上丢的 所以我们可以以向上为正 可是向上为正的时候 它的位移却是往下的 位移速度向上 位移却是往下25 所以位移是负 位移是负25 因为向上为正 然后初出是20向上 才上时间T 这里的加速度也要特别注意 是向下的10 所以是负10 这样就可以解出T 我们这里约掉的话 就会得到 再一项的话就会得到T平方 T平方减掉4T 就会再减掉5 会等于0 所以这样解出来的话T是5和-1 那时间是从0开始算 所以-1就是错 就是不合 所以第一小题答案就是5 -1的话是倒转 就是如果这个时刻叫0的话 那在地面的时候是-1 然后上去到了0 然后下来到最后 这里是5 这样子 好 那第二小题 在到达地面的末数 在到达地面瞬间的末数呢 是多少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算出 它经过5秒落地 那我们也可以 直接在等加速运动的公式 V等于V0加1T 然后这一次要求末数V 初速向上20 加速度-10乘以5秒 所以结果是-30 那这个-代表的就是向下 那如果是问速率 就是横正 所以 它的大小就是30 这就是第二小题的答案 谢谢